字幕君 魯辉冷 directement 哈囉 大家午安 哈囉左蜇 你好 左蜇 你好 詩緣 你好 上官你好 哈囉 午安 哈囉 阿卓勒庫科技宇 午安 哈囉 午安 午安 今天很漂亮 謝謝 哈囉 安 午安 我這裡夾了一個夾子 因為我發現我睡醒這邊出了一塊頭髮 我想說要給他壓下去一點 你今天怎麼打扮這麼美 真的嗎 我今天穿這樣漂亮嗎 我第一次穿這件衣服 已經有很久了 但是一直沒有穿過 想說今天穿一下 因為我晚點要出門還有事情 晚點出門工作 然後工作完有個飯局 對 所以就是穿一個 好看 但是又不會太 不好工作的衣服 哈囉 阿圓你好 落日以笑笑你好 我一直照鏡子 想說會不會很怪 你知道通常就是 一個新衣服沒有穿出門的時候 就是自己覺得蠻喜歡的 但是又害怕出去會不會看起來很怪 然後就會一直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穿出門 要嗎還是不要 哈囉柏惟午安阿圓午安 當個名人好辛苦 沒有沒有沒有 還不算是名人啦 就是會很 我每次出門的時候穿好看衣服 我都會想超多的 就是想要好看一點 就是嘗試不同的東西 然後稍微浮誇一點點的衣服 可是用不怕那樣走在路上 不會太浮誇 尤其我覺得台北的街頭 就是大家都穿的蠻正常的 怎麼說 比較安全一點的嗎 你們懂嗎 就是我覺得台北街頭 大家其實已經穿的很時尚 可是我覺得 以跟 譬如說日本 什麼澀谷之類的來比 還是偏安全對吧 就是 在日本的時候 你就可以穿 浮誇衣服 很想嘗試大膽的東西 因為日本的街頭 大家都穿的很 不一樣 就是很 很 浮誇嘛 就是比較有一些 大膽的嘗試 可是在台北街頭 比較少 所以在台北街頭 就不敢穿的太浮誇 哈囉 謝謝柏惟的小公主 可是我覺得這件衣服 應該要配個項鍊 就 放在這邊 感覺好像可以配個 細的項鍊 可是我還沒有項鍊這個東西 我最近發現那個穿衣服 配件很重要 配件是超級加算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應該配個項鍊 但是我沒有項鍊這個東西 就要最近來策略一下 以前沒有注意過 但最近覺得好像 配件 對穿著來說蠻重要的 哈囉 謝謝水袋巴的小公主 謝謝補當補出病的 親吻金人節會門票 哈囉阿華 謝謝阿俊的早安報報 好 就插一個項鍊 討厭 我沒有項鍊 早知道就早點開始 開始涉獵這個配件的部分 喔對 我今天這邊夾了個夾子 因為它凸一塊 所以 對 比壓一下 免得等一下出門很膨 謝謝阿倫的新禮物 謝謝阿倫 下面是配牛仔褲 今天的牛仔褲也是我第一次穿 我買很久了但是沒有穿過 這樣 好看嗎 我在想說會不會很怪阿 然後就從來沒有穿過 因為它不算很高腰 也不算低腰 就 然後也不算寬褲 也不算緊身褲 就是唯一 直筒褲 那買很久了今天第一次穿 今天真的特意打敗 因為晚上有個飯局 可是中間又卡了一個工作 所以穿了一個 好工作 但是飯局又不會太隨便的衣服 謝謝逸臣的一封信 記得搭配一個適合的包包 沒問題 好看嗎 灰色 對它是灰色的牛仔褲 難得買到很小的褲子 今天好嗎 哈囉午安 黑捷克你好 謝謝黑捷克的新樣女神會員票 很大人 對這是我以前比較不會穿的風格 就是以前會覺得 出門只要有事情 就是要漂亮的話 就一定要穿裙子或什麼的 但是最近嗎 我覺得這有點偏歐美風嗎 就是比較 比較休閒 但是又不會到太隨便的那種 歐美風 對 最近開始嘗試 大人的穿著 謝謝勇哥的浪腦心 去海邊撿貝殼做香料 謝謝攝影的啾啾你喔 謝謝冰串旋的小公主 好 但我最近真的蠻少穿裙子的 第一個原因是 有點不想露腿 等等要出門 因為我最近腿就是 被蚊子叮 好像之前工作然後被蚊子叮 然後因為我被蚊子叮很容易過敏 就是我沒有去抓它的話 它也會腫很大包 然後就會自己起水泡 然後水泡破掉之後就會流疤 所以就最近沒有很想露腿 因為蚊子叮很可怕 因為露腿就要遮瑕 就是出門總不可能腿就是有疤吧 所以就是 就要遮瑕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最近比較少露腿 蚊子很幸運 紅豆瓶也不錯 沒有超不喜歡腿上有疤 我覺得好醜喔 真的很困擾 而且我就是穿短裙出的話 基本上都會噴防蚊液 可是有時候 就是譬如說工作或什麼 去就是山上 微微山上的地方 然後就會蚊子比較毒一點 就是防蚊液也沒有用 然後蚊子叮就會腫很大包 然後就會流疤 所以我最近就是 腿上有些疤還有一些瘀 對練習 練習有一些瘀青 沒那麼好看 所以就有點不想露腿出 謝謝小薰的愛的小熊 謝謝 我頭髮 我快說我頭髮長好長了喔 是不是長滿長了啦 漸漸流長了 開心 謝謝浩瑩的情人節會員票 謝謝陽圈裡的鹿的緣分相遇 這樣的裝扮也很適合你喔 欸我最近真的比較嘗試一些 我以前沒有試過的衣服嗎 其實都是舊衣服 只是一直沒有搭配過 然後最近就 詳細拿出來再穿穿看 咳 謝謝絮紅的紅玫瑰 謝謝阿豪的浪老星 謝謝 但我看今天氣溫是不是蠻熱的啊 謝謝查理布朗的小公主 我真的想要趕快秋天 不喜歡夏天 夏天穿美美出門 然後妝化的美美 然後出門走個路就流汗 超熱的 我看今天好像32度 我看那個 Google的氣溫 32度左右 超熱 右邊頭髮是有什麼嗎 喔這個是夾子啊 因為我這邊睡醒 頭髮凸了一塊 我把它先壓下去一下 等一下出門前才拔掉 真的 我覺得台灣夏天好熱 受不了 我光走到那個什麼 結論站啊 或是公車站就是 已經超熱 而且我發現 結論站裡面其實蠻悶的 就是你在外面走了一段路 然後走到結論站 還不到月台 還沒上車的地方 結論站裡面其實蠻悶的 只有車上比較涼 但站裡面我覺得蠻 還是蠻悶的 就是如果你有先走一段路 然後 然後在月台等車 我覺得很熱欸 就算本人比較容易流汗 比較怕熱 對 我是個怕熱的孩子 不喜歡熱 看站有些月台很涼 真的喔 但我 我的 我會去的月台 我覺得蠻熱的 我那是冬天 冬天的時候會覺得很悶 因為你冬天外面很冷嘛 然後你走一走路 然後你又穿外套什麼 穿很多 然後冬天進到月台的時候 就是 突然會覺得很悶 對 冬天 應該是冬天 夏天 夏天還好 夏天裡面比室外還要涼爽 沒錯 可是冬天然後他覺得很熱 看來要隨身攜帶清涼小品 越大的占越涼 那我覺得三十幾度的氣溫 真的沒有辦法在室外走動欸 真的很熱 超不喜歡夏天走路 就真的會黏黏的 原來品寒喜歡秋天 我最喜歡秋天跟冬天 心靜自然 陽傘 那說我們每次去工作 然後去公司的時候要走一段路 就是搭車的時候要走一段路 然後走路的時候沒有覺得很熱 就是有 就是會走在樹蔭下什麼的 可是當你停下來之後就會覺得很熱 比如說進到公司裡以後 沒有再走 停下來之後 就會開始大流汗 熱暑 真的 這種氣溫止焊劑根本沒有 其實我夏天一般出門不太會用止焊劑 因為我覺得那比較化學嘛 就是抑制焊還是感覺不太好 就工作的時候會用止焊劑 但出門的話不太會 出門頂多帶個那個涼感紙巾 因為就是沒有風油門 真的 而且我覺得就算這種天氣下雨了 還是有一種悶悶的感覺 而且空氣又變很臭 你們懂嗎 夏天下雨之後空氣變超臭的 就一個草的草還是土的味道 而且那個東西流汗後會黏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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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寫TDP放場的情人節會員票 好 下雨就乾門 超級 你們懂那個味道嗎 一個土味嗎 蒸氣的味道 就是下雨然後地板的蒸氣被弄上來 就會有一個臭的味道 梅雨的味道 應該是薄油散發上來的味道 超臭 我今天突然好想吃優格冰喔 突然 因為我昨天晚上 昨天有練舞 然後 因為最近練舞嘛 然後比較 比較 熱 比較累的一首舞 然後 我每次練舞都好想吃冰 我昨天晚上就超想吃那個麥角 你們知道麥角嗎 一個很 古早味的 料 就是吃剉冰會夾的 你知道嗎 我之前其實不知道麥角 這個東西 是有一次跟切晃去吃那個什麼 麻糬冰嗎 然後他說麥角很好吃 然後我就想說那是什麼 沒有吃過 然後 就嘗試了麥角 超級好吃 你們可以試試看 它是有點像麥片嗎 然後加了一點點煉乳 配剉冰超好吃 謝謝超哥的爽光欣欣 謝謝Paxson的瘦籌花 麥角是什麼 你們很多人跟我一樣沒有吃過 真的很好吃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 可能一些豆花店 或是剉冰店會有 比較 好像是很古早味的東西嗎 我以前有沒有 對 長得有點像麥片 有點像藝人麥片 很好吃 你們可以上網 Google麥角 好像有個東西叫麥角冰 那個東西 很好吃 這個蠻古早味的 我昨天 晚上的時候就突然很想吃麥角冰 但我今天想吃優格冰 因為感覺天氣熱就很想吃酸酸的東西 我覺得嗎 那我今天就 午餐也點了酸酸的東西 我點了 韓式 韓式 剛剛有吃了一點 白色帽第一次看到 這個嗎 這個是 這不是我的帽子 這好像是切晃的 Stoia上的帽子 謝謝雪袋巴的小公主 品寒太可愛到我愛他愛到不怕死 謝謝日落心湯的新聞四葉草 原來吃這麼古 Google了才知道這個叫麥角 都吃了那麼久 真的 所以你之前吃 但是不知道那個叫麥角 那真的很好吃 今天好想吃優格冰喔 那個聖意吃 那個威秀一樓有一間優格冰 好想吃 因為我剛剛就是 開播前看 在看那個 ASPA ASPA的那個 LOA Vlog 好像前幾天發了吧 然後就無意間點進去 然後看到他們在美國吃冰 突然發現今天衣服好好看 謝謝浩依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在吃那種 歐美的那種 冰 優格冰 然後這樣害我突然很想吃優格冰 謝謝柏惟的Kiki做你的喵 這天氣就很適合吃酸酸的優格冰 對 那一間 信義區下面 信義威秀下面的那一間 今天平衡的妝容很好看 謝謝 好險 麵跟栗子去過 那間我之前也有去過 我真的好想吃優格冰喔 酸酸甜甜 我先吃我的午餐 晚上的飯局要去吃火鍋 不知道會不會有冰可以吃 我今天點了韓式 吃肉飽的火鍋嗎 不是欸 好像是一般的 晚上自己去吃嗎 沒有 有跟其他人 還沒吃火鍋就在想他的冰嗎 這天氣很適合吃冰嘛 晚上吃飯要穿這正式 這沒有到正式吧 我下面是牛仔褲欸 謝謝阿虹的閃光星星 你們吃午餐了嗎 因為我等一下下部就要 弄弄就要出門了 半來不及 所以今天就 一邊吃飯 一邊直播 最近的我都沒有切換 真的很不習慣 因為他最近在忙開課 然後去拍攝了 穿白衣吃火鍋 感覺好危險 但我 我的衣服基本上 幾乎都是白色 因為我很瘦 然後 再穿 黑色的話 就會更小隻 所以我以前很想買黑色衣服 但最近蠻想試試看 只定義大利品牌的冰淇淋 品寒 咀嚼 很療癒 我咀嚼很療癒嗎 大家都說我吃飯看起來很難吃欸 因為就是 面無表情吃飯的時候 大家就在說 怎麼樣是這個飯不好吃嗎 第一次聽到有人誇獎我的咀嚼 第一次聽到有人誇獎我的咀嚼 謝謝查理布朗的緣分 香 可以買螢光色膨炸 我吃飯很療癒嗎 真的假的 我以為我吃飯很難看欸 因為我平常都被說吃飯看起來那個飯很不好吃 像藝人或是孟川他們吃飯看起來就很好吃 或是李嘉莉 那我吃飯就是很小口 然後沒有什麼表情 大家就會好像覺得這個飯很難吃 我喜歡泡菜 看小動物吃東西最療癒 我真的很少會有好吃的表情欸 頂多很滿足的時候會 就是這樣子 可是 不會有那種 就是正在吃的時候不會有那種 表情 就是沒有表情在吃 品寒是小鳥味嗎還是吃很多那種 我覺得我中等欸 沒有到少 可是也不到很多 對我來說品寒也是小動物 就很像拍廣告日式的那種浮誇感 還是因為我本人就不是一個浮誇的人 所以平常做什麼事其實都很一般 沒有什麼特別浮誇的效果 因為我本人 我本人就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對 林茵才是小鳥味嗎 沒有 林茵沒有到小鳥味 他有東西吃的時候其實也是 會吃的那種 林茵是懶得吃東西 所以他 他是懶得吃東西 他不是小鳥味 對 以我對他認識是這樣 他是懶 他不是小鳥味 他有東西吃的時候 我看他也吃蠻多的 他只是平常懶得弄東西吃吧 TP有人小鳥味嗎 TP 雨晴 雨晴沒有吃很多 每次看雨晴都吃那個晚餐 練舞的時候 晚餐吃一小小的沙拉 或是水果 就說他飽了 意外 其實蠻多人的 就是身高什麼的都意外的吃很少 因為像我的室友姐姐 他也是蠻高的 可是他吃超少 他吃比我還少 所以我覺得體型跟食量不成正比 就是我室友姐姐是很高 蠻大的 蠻大值得 但是吃超少 吃的比我還少 所以我覺得以體型去判斷 吃的多不多不太準 通常那些很會吃的都是瘦 瘦瘦小小 但我覺得我沒有到很會吃 就是跟李佳麗比起來 跟李佳麗彩結他們比起來 我覺得我的食量應該是 算正常女生在偏少一點點啦 對 正常在偏少 一點點 但沒有到很少 謝謝卡姆尹的真情告白 懶得吃東西超神奇 對啊我想說 為什麼李佳麗可以懶得吃東西啊 我覺得好神奇 就是 不是通常人的慾望就會很想吃東西嗎 居然會有人懶得吃東西 我是那種想吃東西 我就會一定要找到東西來吃的人 不然會覺得很痛苦 就是 一天就會很想 有很想吃東西的時候吧 我覺得一天不吃東西的人很厲害耶 對 對我比較勤奮一點 為了吃可以找出東西來吃 比較勤奮 對就是很容易嘴饞啊 譬如說看電影 看影集的時候 追劇的時候 或是在看書的時候 就會 就會 就會嘴饞 然後就會想吃東西 我就一定會想辦法弄出東西來吃 而且現在外送很方便啊 對吧 或是家裡備一些 東西也可以吃 一餐不吃 我真的是沒有吃到東西 又很痛苦的人 雖然我一次也沒有到吃很多 但就是 會想要吃東西 外送真的超方便 真的 而且我剛剛叫午餐的時候 然後 因為通常管理人都是會請 那個外送人放在一樓管理室那邊 然後我們住戶在自己下去一樓拿 然後剛剛可能 我不知道管理人 管理人不在 之類的吧 然後 我以為我這餐要 下去到一樓拿 結果我一開門 他居然已經放在門口了 所以我 你看現在外送多方便 我連走 就是搭電梯都不需要 我只要開個門就有東西吃 他直接幫我放在門口耶 謝謝侍侯的愛的煙火 有小費嗎 沒有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放在門口 不知道今天管理員 為什麼會放他們上來 我不喜歡金針菇 誰要幫我吃掉金針菇 我最討厭的金針菇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金針菇了 不喜歡 我幫你吃 我真的很討厭金針菇 其他香菇都可以 就是金針菇我不喜歡 因為金針菇很卡喉嚨 而且我現在戴牙套有拔牙 然後牙縫比較大 超級容易卡著 對 卡牙縫我不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牙口感 就是牙太長了很卡 就是 因為我拔牙那個 牙洞比較大 就很容易卡 而且 就是牙會 不是覺得牙吞下去的時候 這邊很長一段會卡在這邊嗎 就很像噎到的感覺 我覺得我不喜歡 還以為是明天這個 明天這個部分 我倒是覺得還好 我是不喜歡牙吞下去的感覺 就是很像噎到 就是這邊 這樣長長的 不舒服耶 不喜歡 你要多嚼嚼 沒有啊金針菇嚼不斷耶 你們知道金針菇嚼不斷這件事嗎 他根本很難嚼斷啊 我今天最不能接受的是 他吞下去的那個時候 我覺得很不舒服 比卡牙縫更不舒服 你有被金針菇嚼到過嗎 嗯 這也不算是噎 就是沒吞好吧 然後長長一段卡在這 所以我吃火鍋什麼金針菇都不吃了 他是難得熟食 然後我不喜歡的蔬菜耶 算蔬菜嗎 這是我不喜歡的東西 不然基本上我什麼蔬菜都吃啊 什麼花椰菜 香菇 茄子 然後 苦瓜 青椒物都吃 他難得是我 熟食 不吃的東西 我也卡過 然後吞不下去 是不是他很不舒服 我就不喜歡他那個噎到的感覺 對 他會卡一小段 在喉嚨 不喜歡 豆腐好吃 豆腐好吃 借借李珍的神端給小辣椒的願望 你有沒有看過真人金針菇嗎 你說那個Youtuber嗎 好像有見過一次 可是就看到一面而已 然後我就拿筷子夾出來衝突 太可怕了吧 露克 你說你拿筷子這樣伸進去這邊夾出來 太可怕了吧 把筷子拿進去喉嚨夾出金針菇 然後再吃一次 你這樣不會對金針菇有陰影嗎 這樣子我應該再也不敢吃金針菇了吧 謝謝CAMINE的小公主 你怎麼還敢吃金針菇啊 好可怕喔 那切短一點呢 還是不喜歡 就是不喜歡他長長的口感 我有過耶 把他拉出來 好可怕喔 對 就是我也是那種吞 就是他吞到一半的感覺 原來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對啊 為什麼大家有這個經驗 還是那麼愛金針菇 我覺得你們很勇敢耶 因為我卡過一次之後 我就很不喜歡那個感覺 就不再也不想吃了 掰掰小千千 櫃 我很愛吃櫃 吃麵也有卡過 吃麵我還好 我吃牛肉有卡過 我有一次吃一個牛肉 牛肉麵的那種牛肉 然後他筋比較多的樣子吧 然後就吞下去 因為他一直咬 然後就是 咬不斷啊 可是他 我想說他再繼續咬 會變更乾 就更吞不下去 然後我就 想說好吧 那我就吞下去 然後他抽到一塊 然後經過這邊的時候 我真的是有一種快噎到的感覺 但還是吞下去 這是一個很大塊的牛肉 我就這樣吞下去 牛筋很好吃 蛋黃有卡住過嗎 蛋黃還好 食道是很厲害的 欸其實 我在吞藥的時候也蠻害怕的 對 我以前 國中的時候 超級不會吞藥的 謝謝小強的我的觀眾 我有過吃酸菜嗆到 酸菜從鼻子醒出來 我有過吃飯 然後也是嗆到 然後就覺得鼻腔裡有 飯 所以大家吃東西的時候 真的 不要講話 很容易嗆到 又是金針菇 不喜歡 不喜歡金針菇 你之前感冒直播也超不會吞藥 我真的超級不會吞藥 我們來放點音樂好了 大家想聽什麼 不好意思 品寒最近都在聽什麼 我最近喔 都在聽 聽 聽阿優 阿優的歌我真的聽不念 覺得好好聽 對還有Luma 說到這個我期待納蓮的新單曲 欸我也超級太 我覺得她那個照片拍得很漂亮耶 阿優有出新的 沒有我是聽舊歌 我是聽阿優的舊歌 就是我最喜歡的那幾首 一直輪流在聽 找一下 阿優我最喜歡的就是三首吧 這個 這個 Strawberry Strawberry Moon 想聽你唱阿優的歌 嘿 我不會韓文耶 那好聽啊 不只阿優的歌 完全看不懂韓文 因為阿優現在都只喝真物 只會哼 不會唱 可以去看空耳版 欸那我應該會唱的超怪了吧 就是發音很不準 因為它Strawberry Moon也唸得滿韓文 韓式英文的感覺 就是聽了心情很好 我通勤的時候都很常聽阿優的歌 就聽了心情很好 就是在上班的路上聽 就可以 讓自己心情好 那我聽阿優的歌是李彩傑推坑給我的 對 是韓韓推坑我的 他說阿優的歌很好聽喔 然後我就去聽 喔不錯喔這樣 對 就是輕輕柔柔的 滿舒服 而且它不是有一個新聞 滿大的嗎 它去砍城影展是不是 然後那個比愛心的那個 我覺得好可愛喔 但他後來有自己說 他覺得 他很沒自信 當然不如我不要逼你 覺得他好像還跟大家道歉 還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很可愛喔 就是那個新聞好像滿 滿大的 他因為創作的歌也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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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還有那個被推擠還是什麼 他覺得他比不好 我覺得很可愛喔 我頭髮沾到 嘻嘻 我頭髮沾到 又唱洗鐵街很好聽 我來聽聽看 洗鐵街 這是什麼 真的有耶 這個嗎 真的 他長得好漂亮 氣質很好 謝謝吃貨小米的紅玫瑰 氣質很好 好喜歡 漂亮 我最喜歡看漂亮女生了 謝謝一成的一封信 跟米韓一樣都是女生 要唱了嗎 要唱了嗎 他在唱粵語是不是 很好聽耶 太厲害了吧 她的牙齒好好看 開始驚賞 真好照鏡子就可以看到漂亮了 好好聽喔 一邊吃飯一邊 欣賞嗨優的歌聲 欸 旁邊有她 台北演唱會 唱小幸運的影片 等一下來聽聽看 為什麼可以唱歌這麼好聽 然後又長那麼漂亮 公平嗎 好不公平喔 長那麼漂亮唱歌又好聽 1990年 19年的 這是魚板嗎 這個 韓式魚板 是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吃 可是一直不知道它是什麼 好嗎 其實我 很想去韓國旅遊欸 所以我還沒有吃過韓國旅遊 因為我的偶像是Ti 然後真的蠻想去韓國玩玩玩看 但聽說那邊食物很辣 就是好像會吃不習慣 沒有去過好玩嗎 蠻想去那邊購物的 感覺很好買 第一站想去韓國的哪裡玩 我想去 東大門 放街 我來聽小幸運 我聽見有天我再輕輕的聽 怎麼那麼標準 好標準 很標準欸它的中文 好好聽喔 有啦 有啦還是聽得出來 口一點點可 當然就已經很標準 好厲害喔 好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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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 很 好 不要跟那個 還有 fiber 好 好 好 高 又不是 colors 是他17年來的 不過中文最標準的是潤娥 中文有六幾 我超喜歡潤娥耶 我覺得他很漂亮 潤娥也是我少女時代裡面最喜歡的成員 MOMO帶小秋去韓國的大秋剛剛好 一開始知道IU就是從那時候 真的喔 想聽品衡唱歌 蛤 你們想聽我唱什麼歌啊 我找一下我會唱的歌 找找我會唱的 我最近開始推品衡了 當小智好幸福 真的嗎 切換新馬甲 真的嗎 Yona 是真的人美然後又會演戲 我要唱什麼啊 找我一下 嗯 理想情人 喔 這個我會 好久以前的歌喔 理想情人 嗯 這首歌超以前的耶 是有 國小時候的歌吧 是嗎 太大聲了 穿上洋裝 看著手錶 時間快 欸 心碰碰的跳 心碰碰的跳 任你的第一次 為什麼我剛剛亂次的歌不太 再一次喔 時間快到 心碰碰的跳 心碰碰的跳 任你的第一次約會 蘭麗不亮 金色的陽光灑滿人醒到 歡樂心穿高 把頭髮弄好 要你看到 到我的好 這跟我小時候唱的不一樣欸 為什麼 真的跟我小時候唱的不一樣 為什麼啊 我小時候唱的不一樣欸 我小時候唱錯了嗎 不一樣 我小時候家裡KTV不是這樣唱的喔 想知道 你的一百分 會給怎樣的人 親愛的你 不要再陌生 增加我興奮 我想問親愛的你 把感情深等朋友變成情人 可不可以 告訴我標準 不要讓我一直等 欸 他怎麼慢一拍 我搶拍 真的跟我小時候唱不一樣喔 可以 唱王心靈的DONNY好了 最近王心靈很紅 他到了小時候的時候也很紅喔 謝謝客主委的掌聲鼓勵 謝謝客主委的掌聲鼓勵 我回到從前 回到最遠時的我 你是否會覺得我 你是否會覺得我不錯 如果有一天 我離你遙遠 我現在當KTV喔 我現在和你相約 你是否會發覺我已經說再見 當你的眼睛迷著笑 當你好可樂到女場 我想對你好 你從來不知道想你 想你也能成為嗜好 當你說今天的煩惱 當你說夜深你睡不著 我想對你說 卻害怕都說錯 他喜歡你 是否知道 想平寒已成為嗜好 還有什麼啊 我現在在點旁邊推薦 唱愛你 如果有一天 我們無法知道 唱愛你 剛剛有人說愛你 我要當王少偉 我要當王少偉 愛你 叫Sindy baby What's wrong Give me your love you Other time 完全沒跟上 怎麼 只看打噴嚏 在零時三點 26分 Let me 陪你熱水 完全沒跟上王少偉的部分 為什麼他沒有給我歌詞啊 他沒給我歌詞 我需要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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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話是不是 天有用心 愛你歌詞 愛你歌詞 在零時三點 點26分 Let me see Let me see myself 陪你熱水 如果你出來 打了個噴嚏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如果半夜被手機敲醒 愛你歌詞 那是因為我高興 想唱 像你說的 或是不是 別有用心 明明很想相信 卻又忍不住害意 在你的心裡 我是否這是唯一 愛就是有我 想翻著你 Oh baby 情話多帥一點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現多一點點 讓我能真的看見 Oh baby 笑聲一點 想陪你不近一天 多一點 讓我心甘情願 愛你 好環境喔 真的是黑衣賽 真的很嚴格 這個很誇張 這首歌的那個 MV 應該 簡約率要爆表吧 你的時間 是一座城堡 在大頭店 我們信號 貼在手機上 對你微笑 一跳膠 真的可以笑欸 好好念喔 你很想陷氣 卻又忍不住笑意 在你的心裡 你真的就是唯一 愛就是讓我擔伴著你 忘記怎麼跳 以前跳過 今天真的跳過 忘記怎麼跳 謝謝紅的掌聲鼓勵 怎麼樣 喜歡嗎各位 愛你就這樣 一天都一人 慢慢的累積 感覺兩人的世界 喜歡嗎 喜歡 好棒 謝謝 謝謝洛克的愛的煙火 日不樂耶 日不樂我們也表演過耶 愛你 歐肉拉 張少涵也是小時候的回憶 狗狗不帶牠們狗狗在 除了來到品寒KTV 謝謝李莊的掌聲鼓勵 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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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世界 繁紛閃耀 愛是一條光 如此美妙 指引我們想要的未來 夢裡的激光 喜歡的語言 關快去交不思議的 愛愛是一條光 如此美妙 照亮我們勇氣的未來 魔力被激光 嘗笑的語言 原來就是 戀人的眼光 嘗嘗笑 吳哨咿 空少涵 旁邊的那個 都是很久以前的歌耶 那個 歌詞版 他的點閱都很高耶 因為大家都會 找來唱是嗎 所以他做這個歌詞 他的點閱很高耶 蘇打綠 藤年 小情歌也是我小學的時候的歌 以哭 最近蘇打綠他不是做了一首新歌嗎 什麼我恨你還是什麼 我覺得蠻好聽的 這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著人們心長的曲折 我想我很快樂 當有你的溫熱 腳邊的空氣轉了 裡面那件衣服有肩帶嗎 有 我醒了要暈了 我喜歡的音樂 蘇打綠的歌很好聽啊 我也超喜歡 就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著我們心頭的愛歌 我笑我很適合 我笑我很適合 當一個歌頌著 青春在風中飄著 你知道 你知道 就算 就算 我承擦著城市顛倒 我會給你懷抱 受不了 看見你背影來到 寫下我 獨瞄如年的愛 能理想 就算整個世界被寂寞綁掉 我也不會奔跑 逃不了 最後誰也都擦落 寫下了 世界和情深交錯的城堡 都是我小時候聽過的歌而已 只是一瞬間的小情歌 唱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是 相會妹的嗎 之前為什麼不多唱 因為我 以前不喜歡唱歌 但最近我比較喜歡一點 最近我比較帥一點 以前不喜歡唱歌 就算 大雨融通從城市顛倒 我會給你懷抱 受不了 看見你背影來到 寫下我 獨瞄如年了愛的理想 就算整個世界被寂寞綁掉 我也不會奔跑 逃不了 最後誰也都擦落 寫下我 世界和情深交錯的城堡 謝謝順紅的紅玫瑰 謝謝小翔的小公主 台語歌 我是真的不太會 台語歌 台語歌很少唱 我小學也超愛這首歌 我來吃口麵 唱一首突然很餓 我小學也超愛這首歌 我小學也超愛這首歌 那我來吃口麵 唱一首突然很餓 唱一首突然很餓 唱一首 socio 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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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歌 好好聽到這首歌 是拉拉嗎 女生 女生那個主唱 良心 良心 一場意外 我們的愛 這一句存在 風中沈崖 山上海 拉拉 不是拉拉 是拉拉 為什麼不要來唱這首 你都用假音了嗎?她的音好了 對 她的女生 是 音偏高 可是我剛剛副歌不是唱女生的聲音吧 是好音的那個 家家酒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天后 茄子蛋 陳芳 哇 都是我國小聽的歌 光良童話 這是我小時候最愛唱的耶 通話 因為最簡單 說好不哭 月牙斑 如果可以 不該 我們也已經 無心再猜 唯米安 女孩 隨便亂聽 這推薦清單 對啊 她推薦的 清單 難過我的唱歌 女孩 不想看你 手一樣的傷害 所以學會女愛 女孩 欸 我是那個女孩嗎 這是不是一個偶像巨的片頭曲啊 是嗎 好像是 應該有忘記當年哪一個偶像巨 一樣的 很 decline 很喜歡 ecak 真的很美 你自己想著 那樣 проверably 你們 承諾 喜歡 Wasn't 很漠 謝謝趙恩的閃光星星 來了來了 只會醉 不會了 女孩不想看女手一樣的傷害 所以卻會你愛 好了 這首歌我唱完了 只會一句 有點甜 有點甜我會 是汪蘇龍跟白兔的歌 我國小很愛聽白兔 因為我姊姊很愛 我姊姊國小的偶像是白兔 她還有買很多他們的傳集 等你從門前經過 送到你的手中幫你剪客 像夏天的可樂 像冬天的可可 你是對的時間對的角色 已經約定了 一起過下個週末 你的小小情緒對我來說 我也不知為何 傷口還沒愈合 你就這樣闖進我的心窩 是你讓我 是你讓我看見干枯沙漠 開出花一朵 是你讓我想要每天為你寫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與深情的附和 眼神堅定著我們的選擇 是你讓我的世界 是你讓我的世界 從那刻變成粉紅色 是你讓我的心窩 從此都只要你配合 愛要精心來雕刻 我是米開朗基羅 有心靠花最幸福的風格 有心靠花最幸福的風格 去思念 愛情有點甜 愛情有點甜 這心願 不會變 愛情有點甜 大家國小應該都很愛掰出吧 我也不知為何 傷口還沒愈合 你就這樣闖進我的心窩 是你讓我看見難哭 想我開出花 謝謝太金魚的腳雙鼓勵 我還剩很多飯 我一定吃不完 我一定吃不完 你很多飯其實 我很多飯嗎 你們都是我的飯 但是此時此刻是很想吃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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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一件我最近的糗事 一件我最近的糗事 是你的糗事 是你的糗事 不是你的糗 就是 我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然後 我有一點忘記夢的內容是什麼 反正就做夢 然後 我就摔一下床 而且我的床很高 我真的 這不是小朋友才會有的事情嗎 這長大第一次睡覺睡到摔下床 欸 好像是夢上那種 有點踩空還是掉下去的夢 然後我一個翻身 然後就摔下床 超痛的 我長大膝蓋超痛 我不知道我怎麼摔下床的 很妙吧 好啊 這真的是我長大後第一次睡覺睡到摔下床 真的沒被切換發現趕快起來嗎 他有發現 他以為是哈庫你知道哈庫的聲音 結果沒想到是我 然後我就很懵的這樣在爬起來 他說你摔下去 他有問號 他以為是哈庫 然後我都很懵的跑起來 然後膝蓋還很痛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反正就一個翻身摔下床 然後我 我跟李家姊妹講這件事 他們看到床 然後就一直笑我 是沒事啦 他們現在來我家看到 床就一直笑我 然後我真的嚇一跳耶 我真的 因為還在做夢 然後睡很熟的時候 然後摔下去然後我嚇一跳 想到那個畫面 真的是很荒謬吧 要望一聲再下去 身體類型教哈庫怎麼下手 身體類型教哈庫怎麼下手 真的很莫名其妙 我自己也很問號耶 而且我 欸上週那個夢 很真實 可是我身體才會 有自然的反應吧 就是翻身什麼的 所以那個夢應該是很真實 真的很問號 我不知道怎麼摔下去 你是真才公 對那個夢應該是很真實 已經有點半夢遊的狀態了吧 這種經驗我也有 但是我 但是我都即時拉回來 夢到練習中嗎 我有點忘記確切的內容 做夢跳中嗎 可能是你想要做什麼動作 讓你翻身 有可能吧 你是睡覺都睡邊邊 我覺得我沒有睡到那麼邊邊 我好像是翻身 然後掉下去 他以為是吃到飽吃到 吃到 吃到 吃到飽沒吃到的夢 我記得我那天印象最深刻的內容是 那天晚上的夢好像 很亂 就是 很多毫無關閒的東西 我還夢到去迪士尼玩 然後又夢到摔下的床 嗯 很多 很亂的東西 結在一起 你眼太毛了吧 而且我發現我最近很常做夢耶 我最近真的很常做夢 我是不是沒睡好嗎 還是睡太熟 我最近幾乎每天都在做夢耶 我今天也有做夢 壓力很大 是太累才會做夢 那肯定是最近練舞太累了 最近練舞太累了 最近練舞太累了 身體太累了 日有所吃夜有什麼 最近眼都很忙 做夢夢讓你 做夢讓你 我怎麼都夢到偶像 你們真的有夢過我喔 有夢過 真的嗎 真的喔 蠻多次的 那我在夢裡在幹嘛 啊 我在你們的夢裡在幹嘛 有但內容不好說 目前還沒有持續努力中 一樣雷雷的持續可愛 夢過品寒教我寫字 我寫字 我寫字那麼醜 我可以教人家寫字喔 那我在夢裡蠻厲害的嗎 我寫字 肯定是這次穿起的主題 我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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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真實的夢喔 怎麼好像真的會發生這種事啊 我要看 我寫字 所以好真實喔 品寒的話唯一只有一次是跟小迪要一起合照 夢到品寒那天早上一直不想醒來 有夢過那個夢是你家栗子家天使在麥當勞吃東西 會不會那其實不是夢 就是是真的 是真的你去麥當勞吃東西 然後看到我們去吃東西 然後覺得太不真實了 好像是夢一樣 會不會根本不是夢啊 剛剛那一位是誰 麥當勞的那一位 歡迎戰士 怎麼說這個好像有可能真的發生 會不會是真的我們在麥當勞吃東西 然後你覺得一次遇到這麼多人太不真實了 很像夢 其實根本不是夢 是真的遇到了 覺得太幸福了肯定是夢 有一次是我夢到你跟韓韓栗子一起吃火鍋 世宏的這個我也懷疑不是夢喔 這個感覺很常發生啊 韓韓栗子跟我一起吃火鍋 夢到在台北站跟品韓搭訕是真的嗎 可能是看太多動態 夢過跟品韓和栗子當同學 好像品韓跟栗子鬥嘴 好像會欸 好像會欸 我還剩好多湯喔 那我最近做的夢都好豐富的感覺 是不是真的太累了 我最近做的夢真的很豐富欸 就是 就是 感覺整個夜晚 都是滿的 頭腦裡面 一直在做夢 過年夢過你們穿小橘吃飯桌 我 你來得及吃完嗎 來不及 沒關係 我等下再繼續吃 等下速速吃完出門 我前天夢到柏惟練loomer 欸不是吧 這不是本來就會發生的事嗎 這不是夢 柏惟不是本來就要練loomer嗎 好好的 好好的 哭 笑死了 最後還是 不忘編一下柏惟 加油喔柏惟 你練得起來的 可以的 謝謝依成的幸運師葉湯 最後還是不忘編一下柏惟 所以練好了 加油 好的,那最後我再來宣傳一下 突然結尾 我怕柏惟沒有台階下 我幫他結尾一下 柏惟加油 練習 謝謝HOLD IN的小公主 那最後我來宣傳一下 這個月的生血症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的一頁配照 還有一篇 應該是還有,沒發完的啦 謝謝SY的JuJu你 我應該還會再發 然後這月生血呢 是新娘 是新娘 所以大家趕快娶回家 支持一下 指定平安 那我先來念排名了唷 今天比較早下伯 因為晚點要去工作 得準時下伯 第十名 小強 第九 李珍 第八 博城 第七 中影 第六 小虛 第五 金釀 第四 世宏 第三 科基瑜 第二 志宏 第一 射影 恭喜聖影 志宏 特基瑜可以指定 辛苦了,不會喲 大家可以開始指定啦 禮拜六會穿什麼服裝 你們到時候就知道了 欸我之前有說過對不對 沒關係我 這個禮拜的下一次的直播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謝謝金釀宇的小雞鳳鳳 今天很幸福聽平函唱歌 以後也請多唱 真的嗎?你們喜歡跳唱歌嗎? 我也覺得很難聽 因為我 對於唱歌 比起跳舞唱歌比較沒字型 所以 平常比較少唱 平安禮拜會穿什麼服裝 我下一次直播再跟你們說好不好 平安禮拜會穿什麼服裝 像這樣你們比較容易記得喔 像這樣你們比較容易記得喔 你有去看過摩摩燈箱了嗎? 還沒耶 還沒去看過 有 重要是唱跳的 沒有 指定今天穿搭全身展示 加白可愛或性感或帥氣 好啊 那我 站起來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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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感姿勢 這樣帥氣嗎 倒霓 謝謝艾克基語的指定 謝謝平函不客氣喔 謝謝指定 就用這外面的聲音 暈爛 喜歡這首 站起來這麼正 以後別穿睡褲了 拜託 我平常在身邊是不是 抱歉 剛剛被同事叫走褲啊 其他人要指定什麼呢 不是睡褲也挺站起來 睡褲我是不會站起來的 睡褲太難看了 這聲音下面大家睡褲應該也很好玩 對耶 睡褲 睡褲偶像 睡褲是連指定都沒辦法的 葛萊分都睡褲不行啦 雖然它是好看的睡衣 可是 還是不行 以後要把英國演奏 不要玩睡褲 還有誰要指定嗎 差不多下播了唷 今天比較早 暈了 要把睡褲穿的時尚也不簡單 是不是還有人沒指定呢 等你們 謝謝安的小公主 品寒出門去便利商店會穿睡褲嗎 不會 頂多倒垃圾會 倒垃圾會 是聖穎跟志鴻對不對 聖穎跟志鴻有要指定嗎 我還在上禮拜指定的衝擊 所以今天不指定是不是 那聖穎呢 聖穎有想指定什麼嗎 聖穎還在 聖穎還在 欸我們這邊是不追垃圾車的 我們是有一個大樓的公共的地方 所以不用追垃圾車 那個聖穎太太 哈囉 攝影還在嗎 可惡 是不是不在了聖穎 那今天就 你還在想 好下次直播再來點 刺激的指定好了 好呀 那你 想一下 OK沒問題的 那今天就先到這囉 掰掰 大家掰掰 我們現在去鬧鬧了 掰掰 我們現在去鬧鬧了